关注社区动态 欢迎收看大柔佛三分钟柔佛周选特报 傍晚好,我是静恩 柔佛周选结束提名 56个周一席出现全面开打的局面 多达35个选区出现4角站 另外有8个选区出现5角站 6角站的选区则有4个 而地南周席和干巴士周席 则是出现7角站的周一席 竞选地南周席的7名候选人 包括来自国阵、国盟、西盟、斗士党、全民党 以及2名独立候选人 干巴士则是出现3名独立候选人 加上国阵、国盟、西盟和斗士党 共有7名候选人 陷入6角站的选区则是 5级巴西、马哈拉尼、幽景镇和拉庆 这4个州选区 5级巴西有2名独立候选人 其他3个州席各别出现1名独立候选人 最近柔佛州选一共出现16名独立候选人 另外6个出现独立候选人的州选区 是东甲、五级南宁、樊家兰、士都兰、新加兰以及新楼 继续来看 迎来6角站的拉庆州席是有史以来最激烈的一次选情 国阵、国盟、民主联合阵线穆大 公众党还有斗士党都派出了候选人 一名独立候选人也加入了战委 无意选民超过6成的拉庆州选区 一向是国阵堡垒 上阶大选败给了土团党的莫哈莫伊扎 根据选委会的资料 拉庆区合格选民从上阶的选举的55858人 激增到了76079人 与21000名的首投族在州选中可能扮演造王者的角色 另外同样是巫统堡垒的宋摩纳州议席 首次出现激烈的五角战 土团党、祖国斗士党及土著权威党Butra都加入了战委 在上次的大选 公正党的莫哈莫库赞以区区的98票多数票 击败巫统原任州议员莫哈莫伊斯麦 当时多数票还少过选区的405张废票 莫哈莫库站将再度上阵首途 而巫统则派出巴黎世龙巫青团团长 兼巴苏巴西亚市议员莫哈莫法利律师 争取年轻选民的支持 同样是五角战的百万镇州席 唯一女性候选人是来自斗士党的马哈亚 而其他候选人则分别来自国阵、国盟、西盟、明星党 没有独立候选人参选 马哈亚说虽然首次参与选举 但是他已经做好准备 希望有机会为百万镇的选民服务 为社区带来改变 百万镇州选区的选民人数达到十万三千五百九十八人 比起第十四届全国大选 大幅增加了逾四万的选民 四角战的柔福寨也州席 原任州议员廖彩彤是第三度上阵了 其余的候选人则都是首次上阵这个州席 四名候选人都是华裔 分别来自马华、行动党、民政党以及明星党 柔福寨也州选区的选民人数达到九万一千八百八十二人 跟上一届相比增加了两万人 其中46%是华裔选民 乌裔选民则有40% 明吉摩州席方面则是由三名华裔候选人展开三角竞争 他们分别来自马华、行动党以及土团非乌裔必绑组织 马华派出的候选人蔡佩玉今年27岁 相信是目前最年轻的候选人 明吉摩州选区向来是马华和行动党兵戎相见的战场 华裔选民在高峰时期比例曾一度多达70% 但是本届华裔选民跌到了57.9% 最后 新州日报新山记者黄建荣采访柔佛州选提名 却遭卫生局开发一千令吉 这起事件是于今天的上午9点在新山县公共工程局多元礼堂的提名中心发生 卫生局官员指他因为无法保持人身距离 触犯了1988年传染病预防和控制法令 因此接获一千令吉的罚单 黄建荣表示当时他和其他的新闻从业员一样 正在拍照还有进行采访 对于被开罚单一事他感到惊讶 他指本身并没有接获官员的任何警告 而首相办公室和卫生部长凯里 已经在了解事发经过后左手处理 许多仲介人士获知情况后 也对这名官员的处理方式有意见 并且发表谴责 另外 柔佛州州权警方发言人伊布拉辛指出 州内所有议席的提名工作 今天在没有发生任何状况下圆满结束 他今天下午三点发表文告说 今次全柔共设有56个提名中心 前往提名的候选人共有239人 感谢收看更多州选消息 请关注新州日报新州网